事先别太测试,走 你是说跟第一部相比吗? 嗯 造型方面其实很有意思 第一次施装的时候很不一样 第一次施装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第一集里面的那个造型很 比较中性一点 很简单,那个头发什么的 就跟这个人物性格很符合 我其实因为那个第一部下来 就觉得这个人物很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物可能在着装方面代表他一个内心 所以应该就是那样的调子 第一次给我施装的时候 整个是花姑娘 就是第二部 我说你们整体风格都变了好像 一个有红的衣服 好像有一件粉的 然后后来我就跟导演探讨 我说我觉得我还是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不绣蝙蝠的一个 不是不绣蝙蝠 就不在乎打扮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后来就很普世很普世 甚至到最后都觉得有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丑 但是就是很很 很乐特 就是到后期因为逃难 在监狱里面 就是整个头发也是乱的 衣服上全是血 外套也没有了 就是一个打底的那种水衣 然后就很惨 懂吗 好错 那开始的时候跟导演沟通 就是说你是 导演是听闻你的意见 所以没有做成花姑娘的样子 是吗 花姑娘 其实我 我对造型一直没什么要求 但是后来探讨了之后觉得 她也这么觉得 就简单了很多 嗯 所以这一次因为我看到你微博上面 你不是说听那个主题曲放下的话 还听哭了吗 这一次人物上面是不是情感起伏 会比较大一些 好像是的 因为第一部戏比较少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故事性没那么强 嗯 这一次就在人物上面有几个 几个段落 是能够让我发挥得出来的 所以就觉得肯定就不会那么平 嗯 那跟 呃 冷雪的感情 是不是会跟前面不同 嗯 我觉得跟冷雪 一直是走的那种 我最近真的是老喜欢用文艺这个词啊 就是真的我看过一些那种 你看过蜜羊 就是类似那种 当然那是女演员的一个心境 就是看上去没有感情 的感情 其实内心波澜很 很大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表面上都 因为她 她那角色也是 很 冷 没有安全感 然后很冷漠 好像对外人 有一层防备嘛 我这角色也是一个残 残疾人 又是孤儿 就是他们两个很像 嗯 甚至我觉得有时候入戏 真正入戏的时候 我是真的能够感觉到 邓超的一些 她表演时候的一些 一些那个 很细微的那个 心灵感应 我觉得这就是人物 他们两个人物的 有意思的地方 就全都是内心戏 而且 最多就是 依靠了一下 这在一般的商业电影 或者是 爱情电影 应该很少 就是这种点到为止的 但是其实内心 内心的感情全在 就是潜台词啊 或者是 微表情 戏里面 那其实就是说 对对方的感情 是很深的那种 是吗 我觉得包括 这两个人物 都有 立体的那一份 情感 就包括我对 不说三角恋啊 就是 就是 无情对诸葛正我 对铁手 都有很深的感情 当然是不一样的感情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感情 是 嗯 混杂的 然后 冷血对季耀花的感情 我觉得也是很 很复杂 就是很 不说暧昧 就是可能很多内心自己 不愿意承认的那部分也有 就是 我觉得这样才真实 导演也是 反映了这种 就是真实人性的东西 嗯 所以其实在里面还是 是 通俗的讲述还是事业为重的那种 是不是 还是其实 感情 是放在一边 放在心里 其实 他 就是一个 我觉得 我也 把他演的 我全是 是一个感性的人 嗯 就是自然的一些 反映 反映就够强烈的了 倒没有去分析他 只是专注于哪一块 嗯 嗯 那我看之前的访问嘛 你说就是邓超骗囊人 戴上那个美头 本来 大家想象应该很困固嘛 对 然后你就说他 样子很萌是吗 嗯 像一个猫吗 还是 嗯 嗯 因为他 其实邓超本人就挺萌的 我觉得 虽然他不承认 他觉得他自己很搞笑 我觉得他挺萌的 那时候 他那个眼睛 戴上去就是 瞳孔 很大 绿的 妆没画完 画一半 只戴那个美瞳 就觉得很可爱 嗯 那你看他说 他很萌 他有怎么回应 我没跟他说吧 是 那在现场的话 你们 因为邓超应该是 也是 可能说笑 开玩笑 嗯 会在片场也会 就是说一下 开一下玩笑 什么 平时的时候 啊 经常 经常开玩笑 他老取笑我 他是取笑我 最多的一个男演员 哈哈 他怎么取笑你呢 那比如说 他老说你那个 哎 你看你今天 没看书啊 因为我现场有时候 喜欢看书 他就觉得看书 好像跟这个 环境很不搭 就现场 大家都在那 哎呀 都在忙啊 干嘛的 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看一门书 他就觉得 很奇怪吧 嗯 然后 有时候 说拍完戏去吃火锅呀 或者是吃什么 反正 他挺会享受生活的 我觉得 嗯 你这个现场 会看什么时候 嗯 都是调节自己的一些书 因为 那个 我想把自己调到一个很空的状态 就是 就是 哎 没有 就是 这个电影的主题到最后 没想到契合了我的心境 就是放 放手 放下 就是把自己给放掉 然后 让天性能够 自然反应 这是一个 就挺勇敢的一件事情 就是 开机 喊开机 你不去设计怎么演 而是自己 就是听自己的反应 这个确实需要一个 一点勇气吧 嗯 嗯 你 比如说你说刚刚在片场看书的话 因为周围可能会很吵 嗯 人来人往啊 然后又 很嘈杂的 你会怎么尽心去看书呢 其实看书这个过程就会让你静下来 就慢慢慢慢让自己 就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要掉尾牙下一个镜头 我 我可能会有一些紧张于我的 我会不会被打到 或者我能不能完成动作 但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真的把自己 放到一个很安静的一个调频的话 你就很容易完成 嗯 真的 就是有不同 有一天我稍微 有一点思想不集中 我就被打了 就是 就是打戏的时候 没躲过去嘛 就被 就被 嗯 有受伤吗 没有受伤 就是脑 脑袋就觉得很晕 很晕 那什么样的书会让你的心比较近 啊 其实 其实 看书看进去的话 都会 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但我比较注重 嗯 比较喜欢 哲学类的 或者是心灵类 心灵力之类的 嗯 哦 我看到你的微博后面好像有摘抄一些句子 嗯 心灵力 对 有些句子是 有些是自己想的 有些是 那个 就是 引用的 嗯 嗯 但最近真的没看那么多了 嗯 嗯 还有就是在片场的话 嗯 你跟张艳也是好朋友嘛 嗯 对 她说就是你们休息的时候也会一起看电视啊 嗯 她也说 哦她也到她房间去看《非诚勿扰》我天 哈哈 所以一飞今天那个老家带来一点那个 嗯 女儿红 然后到房间来一起看电视吧 干嘛的 然后一打开电视是《非诚勿扰》 你有看吗 你有见过吗 看了就挺开心的 就能看《非诚勿扰》的话感觉怎么样 我其实不是很爱看电视的一个人 就没什么 就挺好笑挺可爱的 嗯 嗯 那在片场的话 比如说呃 陈导演和秦导演会给你说戏吗 嗯 还是会比较 比较少 这次真的比较少 他们两个都是真的放手让演员自己去 自己去感受 而可能我状态也比较就是 比较正常吧 比较OK 他们觉得可能没什么特别需要调整的地方 嗯 那挑战的部分会不会来自于就是 刚刚你说到可能打戏的那些部分 比较难 打戏没有什么挑战所谓的 就是 那个很简单 因为你完成不了替身可以帮你做 嗯 完成的好就是你自己意外的一个东西 呃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挑战就是 我没有我没有把打戏和闻一起分开来看 我觉得就是都是在一个 你必须得入戏啊 不是说 我原来有时候会认为拍打戏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就是今天拍五戏了 我就就只是只是打 但其实打更重要的是 那个戏 就是打的时候的戏 嗯 嗯 你是说打的时候也会有感情 不是说感情 就是你你不是为动作而打 嗯 也不是为了记住这些套路而打 就是 打的时候只是你你人物需要 嗯 那种感觉 嗯 那嗯 就是那挑战性的话 其实还是入戏这个部分比较比较最最难 对 对 你